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佛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今天利用这节课的时间 就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经常树立哪吒的念咒这个功德 念咒的功德应该是在不同的经典 续部 以及前辈大德们的论典当中是非常多的 我在这里简单地给大家讲一下 到底念咒是什么样的一个法物吧 其实不管什么材料的念咒作为一些修行人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离开的 就是经常随身带着的这么一个加持物 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念咒的作用也好 它的使用方法以及它的功德等等 首先第一个什么是念咒什么叫念咒呢 这个念咒在藏文当中叫成瓦 成瓦的意思就是一直点念或者想念或者垂念 意念有这个意思 也有这种相续接念不断的一直是相续不断 一直有这样的一直有这样的 所以讲到念咒的时候要解释它的词 也就是说它的本体修行者很常像周传师的 就是一个不断的项念或者说意念上师本尊空性护法 这样的一种方法叫做念咒 或者上师本尊空性护法经常垂念我们 也就是说像周传师的不断地锤炼我们 我们修行者加持给予息敌和智慧 这样的意思叫做念咒 所以说这个念咒不管是从汉语也好从梵语 还有我们的藏语都有一种传练或者说是一种不断地传在一起 也有这个意思 那这样的话它所表达的这个象征意义呢 我们作为修行者通过这样的一种法物应该经常点念之 他所依旨的本尊也好 上师也好佛也好 菩萨也好 这些都是一种表事物可以怎么讲 所以通过这种道理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都经常有这种感觉 一看到一个巨师手里拿着念咒的时候 我就自然而然觉得说这个肯定是个修行人 一看的如果自己认为自己修行多年 但是好像连一个念咒都没有的话 有时候产生一种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修行人啊连一个念咒都没有 有些人经常说我已经皈依十年 八年了 但是连手上一个念咒都没有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啊 当然这个是不能依次而决定他不是修行者 但实际上依靠这样一种外在的表事物 可以也推断内在的修行或者一个人的行为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讲一下 简单地讲一下念咒的概念吧 第二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念咒有哪些分类 分类的话实际上所有的念咒可以 包括在习正怀咒的念咒当中 一般习业 习以前也讲过 消除一些病魔 疾病 痛苦 熄灭 熄灭一切 这个是业 那么这些要使用细业的话用彻雀一般来讲颜色是白色的 它的材料也有可以有些非常昂贵的 有些比如说真正的绥紧 钻石还有其他白色的 一些象牙等等 针柱等等这些白色的 一般颜色是白色的 然后材料上灯是一般宝珠等 纵灯的话所谓的莲子或者其他的木珠等等 然后细针 针业的话实际上是要增上福德 名声 还有财富等等增上这些 这样的话颜色一般都是黄色的 然后材料用比如说黄色的水晶或者黄色的琥珀 宝珠以及其他木质的念珠等等 这些就是用增业吧 我们一般比如说金刚萨埵法会念金刚萨埵的时候 因为念诵目的是主要消除自己的罪业 一般是白色随惊为主的 然后如果我要修一些财神法 修一些增长我的一些福德 名声等等 这个时候有黄色的念珠 华业用红色的 像玛拉 酸壶 还有红宝石 以及红色水晶等等这些做的 所谓的华业想得到人 想得到外在的人 非人啊 比如说我们一般在学院当中修观音法门的时候 我们持命法会的时候一般是用花叶修行吧 甚至平常手里拿着红色的花叶 原来我们一段时间念自在祈祷文 然后很多人开始买红色的念珠 最后学院好多的商铺就开始一直高价 原来是买五块钱的最后买五十块钱点了 所以说一般修怀业的时候就会用红色的 我们上师如意宝以前都是 基本上在我的基因当中拿着红色的念珠 就经常拿着红色的宝珠 还有栓壶 还有红宝石 还有红水晶的有时候也会受持红色的念珠 那么这个是华业 然后这个昼夜比如说辟邪或者遣除一些违缘 修一些密族特殊的这样事业的时候 有颂色的一些蓝色的或者黑色水晶的 或者是深蓝色的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蓝宝石等等这些念珠 那么这个平时是修一些密族特殊的法门 或者联合神大师的相抚法等等 这些用的时候用黑色或者蓝色 绿色等等 还有一些比如说天咒 天眼咒 还有菩提子像这些跟很多各种各样的事业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从众德来讲它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念珠归纳起来实际上是西正华洲的四大事业的修行方法都可以的 当然前辈的一些大德有些是他在修不同法的时候 拿出不同的念珠 我听说以前白玉派的有一些上师有一大口袋的念珠 每一个法门每一个本尊都有不同的念珠 然后他要修比如说修红观音的时候或者白观音的时候 他专门照念珠有时候照都照不到翻半天 然后拿来开始修有这样的这是每个上师都不同的 但有些上师我也看到藏传佛教的有个别上师 好像只有一个念珠修整个西正华洲的事业都在修 这是我们讲念珠的类碑分类是有这方面的 然后念珠的数量数量比较多的话也有 比如说有些经典当中讲一千里八十颗也有这样的 也有一百颗比如说西业一百颗 然后增业一百里八颗 华业五十颗 珠业六十颗这是上街郎巴的一些佛藏品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西业十一颗 还有一百零八颗 还有五十颗 二十一颗等等 藏传的一些精明续的教言当中也有这样的 当然也有一些汤米当中也有不同的 比如说有七颗十四颗十七颗十四颗二十一颗等等 有二十七颗等等有不同的说法 但一般来讲通畅的要么是一百零八颗 要么是一百零六颗 也有一百零二颗 还有真正一百颗的这样的话 通畅的蓝莲珠经常是磕磕磕磕磕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是一百零八颗不满 或者多了一两颗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吧 因为有些道友的念著时间长了以后 中间坏了一两颗丢了一两颗这种情况也会发生的 但是这个也可能没有什么 以前有一位上师他在讲法的时候说过 说是日本那边的有一个和尚他在威仪上非常的注意 在别人面前特别的严肃 有一次他们一起去一个地方去演讲 结果日本和尚的念著不小心把这个线断了 所有的主船在地上叉叉叉叉就在滚 但是这个和尚装着没有发声一样的一直闭着眼睛 那位上师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马上下来 每个念著都捡起来了但是每个人的风格不同 他在这种场合当中都不管了 所以说我们有些人可能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很容易念著散了捡回来的时候可能就不满 一般不满一百颗我们藏地的一些说法当中最好不要九十九颗 因为我们有一种说法本来像一百 但是一颗没有圆满好像是不埋怨的一种感觉 这种说法也有这是一个民间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念著的数量 一百里八颗基本通常是这样的 念著的方式 我们主传方式实际上这个线不能太粗了 太粗的话你要用的过程当中特别费劲 也不能太细了太细的话很松了 还有这个线不能太长了 太长的话每一个念著之间就离得很远的 修行人的说法先不能太粗 太粗的话修行修不起来也不能太松了 太松的话也不能太细了太细容易出现一些违缘 也不能这个线太长了太长了的话 好像离修正很遥远这样的也不能太近了 太近的话就修不动就没办法修下去 所以说在穿粘柱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有个适度的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 那个我送进寺的那个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现在好像很多寺院和女友圣地买的 这个好像不是很好用吧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穿粘柱的这个线也是 颜色上也有西尘怀柱的不同的说法 但是这个倒是并不是很重要的 主要看你自己在试用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不能太紧太松太长太短这个线应该要用上这样的 然后这是讲一下他的传练方式吧 传练方式应该我看有些导游这个念珠特别长了 好像比自己的身体还不太均匀 就特别特别长有些念珠当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这个没有什么确定的 这个念珠他平时挂在那里的话 按照这个经典当中也可以图顶上 如果有发迹 如果有一些顶迹 这样可以放在这个图顶上这样也可以 然后还有挂在脖子上 还可以在手臂上 这三处佛经当中都讲是合理的 如果挂在头顶上它遣除身体的违缘 障碍等等 挂在脖子上遣除欲缘的障碍 手臂上心灵和风眉明点的障碍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平时用的时候你挂在书上 记在书上都是可以的 然后适用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佛藏大师的教言当中也是讲的 用的时候用作术来用 如果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有双手在行间这样用也是合理的 但是大多数的使用 现在很多人用右手蜡蜜 但是右手蜡蜜也可能没有很大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相关的一些经典和续部当中 都是要用念咒的时候用作术来说 就是作术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是使用方法上面这样讲的 还有我们做一些开广加持的时候 一般来讲把粘柱放着 然后把里面中间的木柱放在中间像立起来这样的 然后通过观修 嗡索巴巴西德斯拉达米斯巴一切万法变成空性 然后变成空性之后观想 就是从自己的身处自己的头顶 后见 心见分别观想为 嗡阿弘三个字然后发出无量的光 清净地刹土当中引擎智慧本尊融入念咒 然后融入念咒之后 用叶达玛一百里八边还有圆起咒和圆阴字母咒进行开广做加持 加持之后可以使用 平时观想念咒的母咒也叫做大的佛陀吧 这个观想为本尊的主尊 然后其他的观想为什么呢 观想为他的眷属 比如说我们修弥陀法的话把这个观想为是阿弥陀佛 其他观想为观音菩萨等眷属 还有我们这个念咒实际上是什么啊 它是一种象征于相当于我们修行的所义 修行的一种仪处 依靠他就像一个比如说军人 依靠军人的话 他有特殊的一些标志吧 包括他的毛子上也好或者是身上有不同的 那么作为一个医生的话就是有医生的一种不同的标志 我们作为一个三根本的一个修行人的话 他是表示一种他的身份或者说他的一种纪念 纪念修正的一种标志 一种标志还有我们念咒可以称为什么呢 可以称为三宝所义 也就是说佛陀是佛宝 现发脉不断 佛宝 发宝 然后这里一串一串的话是圣宝一个一个的圣众 这个大家也应该知道 所以一般拿着念咒就皈依三宝则吧 三宝的一个象征 你可以用自己的念咒说明你心里一直是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直一样 项念着三宝或者是惦记着三宝 或者一直想着他这样的一种象征 这是我讲的一种念咒的方法 念咒的使用包括使用还有他一些主传的方式 然后后面也会讲他的一些必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到底吃了念咒以后有什么样的功德呢 其实真正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念咒是不能离开身体的 应该是你经常挂在脖子上也可以 你睡觉的时候也是放在比较干净的地方 然后平常最好在念咒上不要跨越过去 也不要踩在上面把它当作一种佛像 把它当作一种法本 这样它是作为一种功德所依 这是平常我们生活当中 把念咒放在一个非常干净的地方 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念咒实际上 他祈祷的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不同的经典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些记载 比如说我们汉地也有翻译的 有一个叫做《慕幻之经》当中 专门讲到了想催眉烦恼障和暴障的人 要使用一百里八颗的念咒 也就是说毁坏烦恼障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专门和烦恼障 还有什么样的叫做暴障呢 过暴的暴也就是说 我们相续当中已经承受了一些专门的 那么这种障碍要想摧毁的话 要用这种念咒 然后用这种一百里八颗的念咒 尤其是用一种慕幻子 慕幻子是一般印度的一个树 那么这个念咒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慕幻子 其他我们的任何一种念咒材料也是应该可以的 那么这个念咒用的时候心咒作诺都可以用 而且你可以念诵 皈依佛 南马佛 南马法 南马圣 也就是南马布达 南马达 南马圣嘎 那这样的念诵一遍到十遍 二十遍 一百遍 一千遍到一万遍 以及一百万遍 如果你能念一百万通过这个念咒说 然后这样念一百万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名称听到的人也会不会堕落的 这个经里面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们拿着念咒来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念咒来念观音菩萨的心咒 一万遍 一百万遍的话 那这个人表面上看到好像他每天拿着一个念咒 有什么样的可能不懂的人感觉这样的 但实际上佛契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如果用拿着念咒来念鬼三宝的记 或者说是名号念了一百万遍的话 那么后来有人听到他的名称的时候 他也不会堕落的 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真的像以前唐代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叫做道之和尚吧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一般汉传佛教好像在唐代的时候最著名的 也是刚开始使用念咒的一个大德吧 他在念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用一些毒类开始堆砌 每天他念七万遍符号但后来实在是好像粮食没办法 然后他自己专门找一些念咒然后开始来祭祀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到这个人念了十万遍 这个人念了二十万遍 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个人的身份或者他的功德和力量 但实际上应该是念的咒语念的名号越来越多的话 对他自身相续当中的障碍断除 这方面没有什么说的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力量和作用 但更重要的别人看到他别人想着他 别人接触他通过他的力量也会遣除别人的这种 障碍这是佛陀金刚语已经宣说的 我们应该作为修行人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想到的 还有以前汉地有一个叫《不空》翻译的 《金刚钉语切莲珠经》 这个实际上当时毕罗贼那佛让金刚语菩萨讲念咒的功德 这里面也会讲了很多的念咒的功德 就讲了比如说念咒大的佛陀也好 母主可以观想为阿弥陀佛 其他观想为观影菩萨 但是在这里明显地说我们一般念的时候不能翻阅 这部经典里面说佛陀汉地也有争论的 但我们念的时候最好不要跨越或者不要翻阅母主 这是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 当然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有些大德 也有翻阅的 但翻阅的话可能他们有其他的解释方法吧 不管怎么样这里面已经讲了什么呢 讲了念咒可能数目最多的一千八十遍 然后最少的也是十几课的这样讲得比较多的 然后我们还要讲念咒的功德讲得比较多 然后还有一部经典叫做《教量念诸功德经》 有这么一个经典 这个经典其实这些经典也比较短的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要明白这些经典比较好一点 那么这个经典里面刚开始的时候会讲什么样呢 文殊菩萨讲到念咒的各种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水晶念咒》是什么样的 《菩提词》是什么样的 但这里面所有念咒的类别当中 应该功德最大的一个是《水晶念咒》 《水晶念咒》我们念了一遍的话 好像万万遍的增长也就是说一遍的增长 然后菩提词无量的增速非常多的 在这样的时候佛陀中间好像讲了一个公案 说为什么菩提词呢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以前佛陀告诉这个功德有一个外道的人 他平常持有一切邪见的对佛经常诽谤的 但有一次他的孩子好像是被废人已经杀了 杀了之后他非常的伤心 后来他想如果佛陀真的是有这个力量的话 那能不能我的儿子复活 后来把他的尸体拿到菩提手下 他就七天当中一心一意地念佛的名号 然后他就希望把儿子活过来 后来七天之后的确也是他的儿子复活过来了 复活过来之后他就开始归于 他当时说虽然佛已经涅槃了 但是菩提手如果有力量如果有他的加持 希望我的儿子通过甚深受的力量来活过来 结果的确是他的儿子就复活过来了 从此之后他自己也归于佛门了 佛陀当时也是告诉我为什么菩提手有如实大的功德呢 因为依靠佛陀的成就 然后菩提手的力量有如实的功德 所以说一般来讲不管是在任何时候 这个菩提手的念珠材料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是菩提手呢 我觉得不一定是菩提手 因为真正的菩提手在相关的一些历史也好 资料当中说的话是佛陀在金刚座菩提加业 然后成就的这棵树叫做菩提手 然后这个菩提手一般来讲 比如说其他如来成就的时候的菩提手 可能世间当中应该是有的 但是具体那些包括现在很多人 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说明 然后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这个菩提手在印度金刚座 但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成佛的这个树 后来因为印度发生一些各种不同的战争的原因 这棵树拿到斯里兰卡 原来的金刚座全部都毁坏了 后来从斯里兰卡有一些菩提手也拿回来 到印度金刚座这边的 这样的话真正的菩提手 可能它现在上面结的果子也不是现在我们用的菩提制 因此很多道友我是比较怀疑的 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印度和包括尼泊尔 很多商人操作 他用其他的一些植物把它取名为这个菩提那个菩提 现在菩提特别多而且给的价也是特别高 原来我们也是一段时间讲过一些菩提制的功德 后来据说也各个地方有很多的提价吧 但实际上当然也许可能是菩提树类 它菩提树有不同的一些类别 然后这里面长出来的一些树 但真正是菩提树可能有些地方 我也并不是打击你们的心 也并不是你们以前买得特别贵 今天这样一说的话你觉得是 可能我自己喜欢用三块钱的六道木 虽然这个的确也是 我也在以前查过一些资料 六道木在相关的经典和论典当中 并没有找到它的很大的功德 它是五胎山的一种比较特殊的 应该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没有的 主要是在五胎山 我们藏地叫做菩提六道木 汉地好像有没有菩提六道木 我们藏地经常说是菩提六道木 所以这样的话 那这个也是菩提字的话可能也可以说 因为菩提六道木 怎么讲啊 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真正的菩提字也好 在经典里面都是说真正的菩提字 如果呆在身上 水深呆着的话 即使你没有念说 即使你没有行善 那么不管是你造恶也好 行善也好 在任何行为当中 实际上它的功德翻倍增长 并且你真正的做善事无有差别 佛陀也是如此赞叹过的 刚才我讲的《教量疏诸功德经》 这个是汉文当中也是有的 你们也可以有时间的时候 刚才我讲的这个公案也在里面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 的确是炎珠的材料一方面也很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可能作为上师也好 作为一些特殊的圣弟或者特殊的寺院当中的来源 可能比较重要我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如果你去印度 主要是很多人去印度买菩提芝的 去年有一部分人到尼泊尔 一个菩提芝需要一万多块钱 还有两万多块钱比较大一点的三万六万多 然后但回来之后很多人认为是事 应该但愿是菩提芝 不管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可能水晶念珠也是很好的 因为从不同的经典当中水晶念珠里面 他翻倍的功德相当大的 然后我们不管怎么样用这种念珠以后希望 我们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尤其是我们今天在网上听课的这些 刚开始学佛的这些人 你们应该随身带着这个念珠 除了极个别自己的身份不太方便的 这些人我觉得作为佛教徒应该可以明显地带着 现在有些是根本不信仰佛教的 尤其是现在很多名人 名信他们都手上带的手桌 他带的手桌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时尚 大家都觉得也是一种善良 好像很多人都这样讲 如果手上带有手桌的话没有恐惧感 觉得这个人是很善良的这也是很多人的一种评价吧 但是我们作为佛教徒不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时长的 或者是装饰品这是一种其他的用处 一定要把它当作自己的修行当中最好的一种方法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在学院经常要求大家带念珠 上师老人家他自己到哪里去的话 哪怕是可能去一个比如说非常短短的地方 他念珠是不会忘掉的稍微有一点我的念珠在那里 比如说上师马上要去演讲去弘化的时候 起来的时候他会照我的念珠在哪 我的念珠在那会照的 现在我们很多有个别的一些 学佛很多年的这些人好像三四天都是念珠 从来都是跟他没有关系也有这样的 觉得很可惜的应该有一次我记得 我们有一次上师如意宝他在他的宿舍里面的时候 当时我们可能大概有十几个人去法王那里 去法王那里的时候 然后法王一个一个地去检查谁带念珠谁没有带念珠 然后有个别的人没有带念珠他们吓坏了会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学院一般来讲法王在世的时候 只要是无名福学院的僧众都会带念珠的 但现在我看到经常书里拿念珠的人越来越少 带苹果书记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在我们学院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我看到一些居士也是这样的 我希望我们今天通过给大家做了开示之后 经常带念珠 不管是你坐车也好你乘飞机也好 还有平时在家里也好 当然有个别人自己的身份比较特殊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带个寄宿器啊 我看我们很多出家人都是带寄宿器 带寄宿器也可以比较方便 但是从功德上讲我觉得应该带念珠好一点 很多道友可能觉得只要把数字寄完了就可以 然后每天都是拿一个像金戒指一样的寄宿器 然后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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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实际上我是喜欢带念珠 当然极个别的我刚才讲了 有些可能身份比较特殊 或者说是在你所住的群体比较特殊 因为现在个别的人带着念珠的人认为 你是信仰啊 你也信仰了 你又有信仰啊 其实带念珠应该不仅仅是一个佛教吧 我看其他的宗教也有念珠的 像道教他们念珠也是有好像是八十一颗吧 它是标识太阳老印也就是说是老字的八十一种幻变 它是标识这样的也有这样的 还有像一些伊斯兰教他们好像念珠是33颗 然后他念三圈的话一念阿拉的九十九种名号有不同的 还有一些天州教它表示《牟丽经》的也有五十六颗 也有这样的应该也是表示他们经典的象征吧 也有这样的 所以以前我也在微博上发过 其他宗教的一个人也是一个科学院的园长 带着念珠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不理解说是迷信的 后来他自己也非常惭愧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其他宗教的人又带着念珠 但是跟佛教有点不同的 其他宗教我相信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的解释和他们的一些意义 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也不必要否认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作为佛教徒的话 的确我们的念珠它有特别大的一种加持力 它的加持力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念珠实际上它是一个本尊的受影 本尊的一种相应的工具可以怎么讲 然后跟上师所修的法非常相应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树尼拉兹念珠的人他肯定是心里面 要么念阿弥陀佛 要么念文殊菩萨 要么念观音信珠 要么念对某个上师的瑜伽他会有这样的 他如果念珠什么都没有的话 不一定是他的修行很好 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觉得念珠最好不要离开身体 这是我们学院当中有这种传统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学会和相关传承的这些居士 你们很虔诚的已经学了十年 八年很长时间 我每次都是看到一些我们学会的一些道友的时候 表面是看不出来啊 你已经学了很多年了 啊 是啊 我学了八年了 学了七年了 啊 那你念珠都没有啊 我很失望每次都是看不到念珠的时候很失望 所以我希望我们道友们经常应该随身带着念珠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我去一些学校里面讲的时候 有些老师给我讲过他说你可不可以 等一会儿你到江台上去你的念珠取下来可不可以 我说我念珠不能去啊我念珠还是带着吧 哎呦 我们这个地方学术性非常浓的 我们是把你当作一个学者来看待的 你到江台上的时候拿念珠的话好像不太好吧 宗教的这种氛围太浓了我说没事 我说这个念珠我是拿着念珠的一个学者 我以这种身份 所以我不管到哪里他们有些人觉得是 我拿着念珠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 只不过是他们以前不习惯而已 习惯了的话明星也可以拿念珠 学着也好 我们佛教徒为什么我还可以穿着出家衣服 念一个念珠不能拿的话那我不去讲了 就没什么 所以我自己讲念珠的话我还是可以这样吧 以前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 当时法王如意宝讲了一些六道木的功德 但是我具体想不起来就忘了 当时我们很多法师都在五台山请 今天可能有些人想我要宣传菩提字 但是我今天没有宣传菩提字 五台山的六道木也不用特意宣传 它比较便宜 但是确实也是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请了六道木 六道木它有一种叫做相符 相符那种弄类的它可能在有些当中讲 是断除一些比如说障碍还有一些毒药等等这些作用的 但更重要的六道它是代表六个波罗蜜多的 还有通过六种比如说六支证研有很多的意义 我原来有一次去五台山当时给我们学院的 好像五年前还是六年前吧也给每个学院给了六道木 但是这个质量不是很好有时候可能当时我学院都是比较好的 但后来好像他们寄过来的质量不算特别好的 我的这个质量还不错的我以前也给你们讲过 这个是从97年开始当时他们说是用三元钱买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自己这样觉得 我现在我自己所有的私人财产当中我可能对这个比较执着 然后这个没有的时候我就可能有点伤心 其他的我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可执着的 我自己的财务当中也没有什么的 然后这个学生已经很多年了吧很多年了 还有其他的比较我就用特殊的一些 比如说其他的本尊用其他的一些咒语的话 也有一些其他的念咒吧这个也是有些待的十年 有些待的五年 六年也有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以后上师 比较特殊的寺院里面获得加持过的这些念咒 大家经常把它当作佛陀 把它当作刚才讲的一样三宝的所依来经常不要离开 而且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和一种表示 将理性当中的慈悲 智慧越来越会增长的 一个人的修行和行为 生活的话 实际上跟它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元器物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想我们讲到念咒的时候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 怎么讲啊 当作一种本尊来想也是可以的 因此相关的一些关于念咒方面上师几密一续当中也比较多 相关的藏传佛教的佛藏大师 桑吉郎巴 燃蓝郎巴 在他们相关的佛藏病当中也讲得比较多的 归根基地的话我们需要有一种有特殊加持的念咒 现在很多人加持一下今天有加持 明天有加持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必要跟别人故意添麻烦而已 然后每天都是今天给我加持一下你再给我加持一下 最后好像这些念咒经常拿这样都不是没有必要的 加持一次就应该可以我都想是我这个念咒 当时上师如意宝在成都加持过一次 然后从此之后我就想哦 这里是有上师加持过的念咒 然而我不管到哪里去一直没有掉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掉了 掉了以后 我要微博上发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对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对吧 有一次我在山上卧府那儿 坛城那边 我们四川僧宗教学的一个我熟悉的领导他就在那儿 然后他就突然一下子把我念咒拿跑了 然后我就跟着他一直到坛城之围 他就往坛城这边跑然后我就一直追着他 最后我就抓着了他说这个是给我 我说这个不能给你其他的我给你都可以 然后我就说半天最后还是拿回来了 我说你作为一个领导拿念咒抢别人的念咒干嘛 我好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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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